先錄字 錄字那個句集 那前面我們錄字很多句集 所以我一直強調 很多東西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先錄字 錄字的話是一個單次的 那你可以利用單次的再去跑一個回圈 那就會是多次就是批次了 那就可以有一個自動化流程了 不過前提你要先學會 如何熟練的錄字句集 錄到你要的東西 那錄完之後記得啦 不是亂錄啊 錄完之後的話 你可能要怎樣 在上面加註解 這個註解的話至於怎麼寫 我只是寫個大概 那之前有同學覺得我寫得太簡略 沒關係你可以多寫一點 寫得越詳細越好 因為那個是寫給你看的 你將來錄了什麼之後 過一段時間你可能忘記你 你做了什麼動作啦 那你就可以寫詳細一點 那反之當然 不過還是建議啦 一定要寫註解 因為有同學沒有這個好習慣 錄完就算了 反正擺在那邊 另外還有就是我剛有提過的同學可能比較不熟悉的一個功能就是說 我把這個方面加註解 這個範圍 加註解這個工具列 預設不會出現 它是按右鍵 會出現一個編輯工具列 這個編輯工具列 它不是預設就出來了 所以剛才有同學問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這個工具列 就是 它裡面有個使程式變為註解 也有個把註解還原為程式 可不可以還原回來 可以啊 我剛剛漏掉一個 所以這邊可以手動 那如果你不會這個功能的話 以前怎麼做呢 如果你要把這整個區塊 都把它變註解的話 以前是這樣做啦 就是單銀號有沒有 加個單銀號換下一行 以前就這樣做 有沒有 變成你要手動一直前面加註解 這個可能要練一下 因為我之前這個動作我還蠻熟的 因為以前沒有那個功能 的時候你就要自己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註解就對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樣也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很累 而且很容易 少一個 這個以前我是非常熟 後來有這個功能之後 我不會這樣做啦 其實 結果是一樣的啦 以前都一直打一直打 可是你要怎麼把它刪掉 所以如果你會這個功能的話 你就知道了嗎 這個就可以了嘛 OK 先選範圍 然後按一下那個 如果你要解除掉的話 就是再解除就好了 OK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也忘了 反正有些時候 就是 環境就 就是 亂試亂試 發現好像有一些新功能 對不對 按右鍵 這邊有一些功能 有一些好像用不到 有一些好像也蠻常用的 像那個 增錯這個 你也可以 這邊還有一些什麼 中斷點 等等 如果 不需要 那你就不要叫出來 不過大家有這些 我講的是增錯 這邊有編輯 OK 第一個 再來的話 三合一 就是 我剛有提過 我剛做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放在這裡 而且做一些說明整理 所以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把那個 錄製劇集 修改 其實主要是這個 括號後面的東西 所以把這個 改成這個 所以如果你畫面 那這個就是 你們要學的 而且要熟練 以後的話 改來改去 大部分 都會 跟 這個 觀念性還蠻大的 為什麼 因為你做好一個 錄好一個劇集之後 但是這個劇集的動作 跟未來要重複的那個 動作一定會有一兩個地方不一樣 比如說網址不同 或者是說像上個禮拜的那個什麼呢 篩選條件 比如說 業務的人 業務的人名不一樣 那你可以怎麼樣 用這個地方去替換一下 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你的程式只要寫 一個就可以了 你不用說寫一堆啊 就是為了什麼 一個網址 就再多一段 一模一樣的 只差一個網址 沒有必要 所以未來 你們要思考 如果程式裡面很多都一樣 只有一個部分 兩個部分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把它用 傳遞引述的方式呼叫就好了 這個概念一定要很清楚 因為未來程式 這樣子的話 才會寫得很簡潔 不然你會發現有些人 寫來寫 怎麼寫一堆 發現怎麼都一模一樣 你不會把它改成共用嗎 真的還是很多人不會 OK 不是說 只有你們不熟 其實很多工程師也不熟 但是你千萬不要走火入魔 什麼意思呢 明明大概兩三個 還可以共用 可是他有四五個 六七個 七八個都不一樣 那你還是真的要把它寫共用 不用 太累了 還是就獨立出來好了 因為他們有太多不一樣 你硬是要把它們 就是合併在一起 你的問題更多 為什麼 因為你要傳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六七個 傳到頭會很腦脹 OK 所以 傳遞的引述也不要太多 OK 然後呢 利用刪除工作表 然後新增工作表合併之後 所以我們剛剛只有改了幾個地方 我還有特別 有沒有 把這個 我改的地方 幫各位用紅色的mark 打不起來 OK 沒有很困難 但是 就是你一定要動手做 如果你把這個做完了 你也 改得出來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沒問題了 以後如果你要去做其他的變化 的流程 都幾乎一樣 OK 所以我盡量 找一個可能固定的流程 也不要太複雜 不然的話以後同學不知道怎麼應用 那程式設計 最難的地方 就是你要把規則定下來 因為設計的工作 說真的 設計師 就是天馬行空 對不對 他有創意就怎樣做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設計師 你叫他要 教你怎麼 去做設計 是真的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他有時候也是天馬行空 一個 靈感一來 就打一些程式上去 那 真的要把它系統化 可是問題學習不能這樣子 學習還是要有固定的章法 你不能說你今天想怎樣就怎樣 今天還是不要 除非說你真的已經練就了 一生的好功力 你隨便沒關係 真的 但是可能要一些些的時間 多久 可能要看你的資質 我也不敢 我能夠真的很 很那種 可以自己很 隨心所欲的寫程式 這個也是花好久好久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 突然感覺好像 我整個就有那種 很輕鬆的寫程式的那個感覺 其實也是很 很久一段時間 才慢慢有那個感覺 不過要多久 其實 因人而已 而且 還有一個重點 你要能夠真的投入時間 你願意花時間 你才有辦法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他隨時隨地都在想程式怎麼寫 果真那個同學 真的後來發展非常好 因為他太認真了 隨時隨地想到一個 靈感 然後呢 他有交我FB 然後當然會問我一下 不過我有空回應他一下 因為這樣關係 他把功力練得很厲害 他現在在業界 他就覺得 他現在目前的工作 沒辦法滿足他 最重要是薪水 不過 他 但是他跟主管談了很久 主管沒有 不置可否 沒辦法 因為你 不可能在同一個 就是同一家公司 給你一下加很多薪水 所以他有考慮說 他現在正在找更好的工作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 把這些全部 後面的話 當然可以加上一些 錦上添花 不過前面是最重要的 後面就是怎麼樣 我如果不希望他閃動 我可以怎麼樣 前面講過了 screen updating 因為他這樣一切來切去 OK 然後呢 如果說你要增加一些狀態列 前面講過了 可以用application.statusbar 有沒有 這個也有講過啦 可是這個statusbar 真的 好不好用呢 好像有啦 有沒有下方 可是呢 實在是不明顯 所以呢 我們其實可以 把它改成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 叫做 狀態 列或狀態 條吧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我們前面有特別提過 就是說 一 你可以先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那個就是 表單 所以在這裡 插入一個表單 按右鍵 插入 自訂表單 二的話呢 我把這個表單的名稱 改為home 大概改幾個地方 一 改home 二的話呢 他的caption 就這個 改成什麼呢 下載進度 OK 再來的話呢 其他就沒有了 大概home 接下來的話呢 我在裡面放了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label 這個label的話呢 就是 用什麼呢 工具箱裡面的大a 就這個東西 大a就是label標籤 拖拉過來 然後改哪些地方呢 一 就是名稱的話呢 我把它改叫pb 當然你不改也可以啦 我預設名叫label1 好像 不是很好記 所以 我大概改了幾個 比較重要的地方 當然我有截圖在雲端上 大概就是改 一 他的pb名稱 二 他的 big color 改紅色 再來的話呢 他的width 寬度改為 之前的range是200 現在改為400 不過這個寬度呢 不是絕對的 你可以針對你需要的寬窄 自己再去動態調整 可是你的程式將來也要調整 修改這個數字 其他的話再來怎麼樣呢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剛好讓他執行的時候 他可以去幫我下載 並且更新那個狀態條 那我demo一下 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跑太慢了 可能在其他地方 我這邊有啟動表單 這個地方的話呢 股市下載 股市下載 是不是有一樣的名稱 還是 把它啟動 股市下載 那有可能怎麼樣 是不是 像這種狀況 如果你是在找不出來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一樣的名稱 有 一樣的名稱 只要有一樣的名稱 是不允許的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刪掉 我好像貼了兩次的樣子 所以這個可能要把它 這個刪掉 我剛剛忘了把它註解 有沒有 因為剛剛同學問我剛剛忘了註解 所以把它註解回去應該就OK了 那就把它啟動一下 這個時候就跑了 OK 那跑的時候呢 一樣 我是從網路上抓 然後他如果下載一個之後就更新 可是因為他實在跑太慢了 所以這個 還在那邊轉 不過如果下載一個的話 他會更新一塊 更新一塊 可是實在是速度太慢了 效果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把那個剛剛的部分先 也有了更新了 因為他是三個 所以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有了又更新一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剛剛講的是第一種 從網路上下載資料的方法 但是他的缺點是真的 跑起來速度 下載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所以待會我們要講另外兩種 一種是用那個 XML HTTP的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 他的優點是速度非常快 但是 他的那個 可能要撰寫程式的地方 難度會稍微高一點 不過你們也不用太 就是 覺得他很難 可能還是要了解一下那個網頁 因為你 基本上是下載網頁 所以網頁的結構 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